然后这里需要有一点注意 大家来看刚才是不是少说一点 我们这里有一个位置 TensorFlow.Variable Scope 这个scope是什么意思 咱们一会儿在运行的时候 会大家再去详细的说一下 这个scope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一会儿咱们运行的时候 咱们就能看出来 这个scope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有没有它是都行的吗 还是说咱们必须要指定这个scope这个东西 那么咱们先来运行一下 这里我先给它刷新一下 Restart一下 然后咱们这里重新加载一下 一行一行的来运行一下 为什么要重新加载呢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好运行一下第二行没问题 再运行一下第三行也没问题 然后到了咱们这一步了吧 这一步是不是说咱们已经把这个RNN 给它构造好了 构造好之后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吧 这些东西咱们在干什么 咱们再做一个预测操作吧 咱们再做一个迭代优化 那么首先呢 这个XY咱们还是给它指定成一种placeholder的格式 咱们一会儿要一个batch一个batch动态的往里去传 然后呢一个batch一个batch来了之后 有X有Y之后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也有这个W还有B了 以及呢这些数啊咱们都有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当前阶段的预测值了 当前阶段预测值啊 咱们就让它返回的是哪个 是这个参数吧 咱们返回的是一个字典吧 所以说咱们找这个key key啊就等于这个o 然后呢把这个值啊返回回去 它是不是就等于咱们的一个预测值了 有了预测值之后啊 咱们指定一个cost的啊 指定一个saltomex啊 crossentropy啊 就是一个交叉商的损失函数 然后呢指定这样一个最优化的求解器 咱们还是用这样一个T2下降的方法 办法去求解啊 咱们当前要优化的一个模型 然后啊就是equacy 咱们也可以算啊 最后咱们就出质化 咱们全局的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咱们也是再来啊 刚才已经运行过了一次了吧 好那下面啊 咱们就来 咱们再来想 现在我运行了一遍 咱们看是不是运行一遍 咱们就要执行一遍 这个rn这个函数啊 咱们再来一遍 刚才第一遍 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吧 咱们再来想一想 咱们再做这个第二遍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咱们来看啊 这里我还是什么别动 我还是先 这个rn咱们就不乱了 咱们再来乱一个这个函数 其实呢 为什么要乱两遍啊 第一遍 它创建了一个这样rn吧 第二遍 它还是会执行这样一个rn的函数吧 咱们第一遍没问题 咱们再来看 刚才是不是没乱啊 我再来一遍 刚才应该没乱啊 我看这是咱们第二次 第二次咱们在乱的时候 是不是报了这样一个错误啊 报了这样一个错误 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往下来看啊 报了一个 哦好长啊 报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它是不是说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已经是存在了 哎 它说这个变量是已经存在了 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反过头来想一想 咱们刚才是不是指定了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啊 TensorFlow 这个scope name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说对咱们的接下来指定的这两个变量啊 先给它们定义了一个名字啊 咱们这里啊 咱们需要给它定一个名字 为什么说要给它定一个名字呢 咱们刚才啊 咱们来说为什么会运行出错呢 就是说啊 因为咱们第一次执行rn的时候啊 它是不是说哎 进行了一次啊 就是说创建了这样一个变量 把这些咱们需要的量都拿到手了 咱们第二次再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说又又执行了这个rn啊 又执行了这一遍rn之后啊 它是不是说又要创建这些东西啊 当它创建了两次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第二次再创建 是不是跟咱们第一次创建的东西的名字是一样的 因为咱们在这里啊 指定了一个命名的区域 在指定命名区域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这两个变量的名字啊 它们都是用这个GUNNAME来指定的 因为呢 在这里啊 咱们GUNNAME都指定成了一个 BASIC 所以说呢 因为啊 咱们把这里给它写死了啊 就是说 它的名字啊 咱们都让它一样 那么名字一样的情况下 第二次啊 它就是会产生一个命名冲突的问题 或者说 由于名字一样 它会给咱们报出来这样一个错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其实啊 大家来想一想 一种解决办法 就是说 刚才不是指定成一个BASIC 它报错了吗 那这回咱们来看一下 我指定成一个BASIC1 它还会不会报这个错呢 再预行一下 我们看啊 咱们现在指定成一个BASIC1 它没有报错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这里啊 先指定了一个命名域 指定了一个命名域啊 咱们再进行一个创建变量的时候 那么这个变量的名字啊 就会是咱们的命名域 再加上咱们变量该指定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啊 咱们这里举个意思 原来的名字啊 它就叫一个W 但是呢 咱们的这里啊 是不是指定了一个GUNNAME啊 那么指定了一个GUNNAME之后啊 它的名字是什么 它的名字就是一个GUNNAME 在杠上W 然后呢 咱们刚才说了 把咱们的这个SCOPE的一个命名域 改成一个BASIC1了吧 改成BASIC1之后啊 是不是这块原来是BASIC啊 咱们给它改成一个BASIC1了 那是不是它的命名域就发生变化了 命名域发生变化之后啊 咱们这两步都是执行了这个RN 但是呢 它创建出来的变量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就是说 它创建出来的变量 不光名字是不一样啊 它指向的一个位置或者说指向的一个内存的区域啊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这个Variable SCOPE指定的一个意义 那咱们现在这么想 咱们刚才说了 咱们现在啊 指定了两个命名域 这一个BASIC一个BASIC1 但是大家来想一想 实际上它们拿到的东西啊 是不是一样的 一旦来说 咱们想让这个RN啊 它拿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咱们该怎么办呢 能不能让咱们初始化 能不能啊 让咱们这两次变量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呢 那么这里啊 TensorFlow给咱们定义了这样一个东西啊 叫做SCOPE Reuse Variable 也就是说 当咱们执行这个RN这个函数的时候啊 因为咱们这块要执行两次变量吧 或者说咱们要创建两次变量吧 那么啊 因为咱们想让这两次变量 它们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吧 那么咱们这里啊 就可以让它们的这个变量 进行一个重复的利用 咱们可以指定这样一个SCOPE Reuse的一个函数啊 Reuse Variables 咱们让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啊 做一个变量共享的操作 那么这个东西啊 还是蛮重要的啊 之后大家可能看一些项目啊 看一些代码的时候 可能啊 也会看着一些SCOPE Reuse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 让咱们多次创建的时候 咱们创建出来的变量 是同一个东西啊 咱们让变量做一个共享的操作 咱们再来看 还是呢 这个Basic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咱们这块 这块没运行啊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这块 是不是说啊 咱们再运行的时候 它就不进行一个报错了 因为呢 咱们让这两次变量 都是共享的 所以说呢 因为它是共享的 咱们就没有一个变量 命名的冲突了吧 它们都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啊 不信我可以再来运行一下 再看一下 还是这个Basic吧 还是没有报错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这个命名域啊 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 好 那咱们啊 接着往下说啊 咱们现在说完了 咱们啊 把这些啊 该写的这个RNA都写好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要写 咱们像一个命函数的东西了 在命函数里啊 咱们还要按照 TensorFly的格式来写 还是把这个Session 咱们的计算图拿到手 然后呢 咱们要转一下这个Int 就是说咱们要转一下 咱们初始化的这个 一些变量 全局的变量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啊 就要进行一个迭代了 这个迭代啊 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 只不过说啊 这里我稍微改了一点啊 我又把这个Basic Size 改得比较小 然后呢 其实啊 这个Total Batch 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是 咱们一共训练样本个数 除上咱们Basic Size的个数吧 由于啊 咱们这个样本量比较大 然后这里呢 咱们演示 刚才做实验的时候 我为了能快点 把这个东西做好啊 所以说 把这个Total Batch啊 进行了一个稍微的缩减啊 直接给它写成100了 那么大家啊 最好是按照上面 我注视起来这个东西啊 来去做 这样呢 能保证咱们每一个Epoch啊 会把咱们所有的训练的图像啊 都读进来 都训练一遍 然后啊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结果吧 咱们这个结果就是说 咱们一共迭代了五个Epoch 一开始的Loss Cost呢 是1.6G 然后呢 随着咱们迭代增加 它的一个Epoch啊 是在不断Cost的 是不断降低的 然后呢 咱们这个Test的Equery 也是在不断上升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拿这个RN呢 确实能够去预测 咱们Main那次的数据集 一个手写字体的识别 那么这里啊 大家其实主要就是 注意一下这个RN的函数啊 咱们在这里啊 其实来说啊 做的事比较少 也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首先呢 要把咱们啊 按照咱们的网络的流程 先把咱们的书啊 进行一个切分 切分完之后啊 咱们先算了这个隐层吧 算完这个 算这个隐层的时候 咱们是整体算吧 整体算完之后 咱们再切分成 一个一个的吧 切分成一个一个的 咱们再把它丢给这个RN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RN啊 要求咱们的输入什么 就是这个TensorFlow.n 点RN模块 一个呢 是咱们RN模块里边的 一个计算单元 咱们通常用这个RSTM cell 也就是说 用咱们上面这个模块 当咱们的一个计算单元 然后呢 一个序列啊 就是咱们这个H split 一个序列一个序列输入进来 然后啊 这里需要指定 注意点 就是说 咱们需要指定一个Dtype 这个Dtype呢 咱们一般啊 用一个Float32的格式啊 也是咱们 基本上 深度学习的框架 都是用这个Float32这个格式啊 咱们Cafe啊 其实也是用这个Float32的格式 那么这里啊 咱们直接用TensorFlow.n Float32来指定就可以了 然后啊 咱们就把网络构造完之后 咱们就选择一个 优化器去求解这个东西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迭代操作了吧 那么也可以说啊 这个RN网络 其实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关于这个RN网络模型啊 咱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咱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咱们就先给大家看